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好冷 已經有4、50個小時都低於10度 或是8度以下 真的很冷 這次的確是來自於極地的 北極來的冷空氣往南衝 也衝到台灣 不過台灣還是在這個冷空氣的邊緣 你如果仔細看的話 韓國、日本 或是說在北京、黃河、長江以北 那個地方才更冷 現在預計週末是轉乾的 但是下週一、二台灣北部這邊又有一點水氣 但是不是太多 不會像山坡那麼多 但是大概在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還是有一點降雪機會 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二的這段時間 禮拜三改為春冬風 預計會持續到禮拜六 禮拜六的下半天 另外一波冷空氣又再來 所以到禮拜天 禮拜天禮拜一 又會轉為比較很冷的天氣 不過這次來看的話 會不會寒流 有待再觀察一下下 但是請大家要注意 這一次這一波降溫時間比較久 事實上不會輸給之前霸王節寒流 當然溫度的極指沒那麼的低 但是感受上還真的蠻冷的 所以接下來還是有這種冷空氣會爆到 尤其是這個1月就是我們隆冬的時候 請大家注意 那這兩天稍微轉乾一點點 但禮拜天晚上到禮拜一的時候 又有一波水氣會接近 又是會再降溫 這次溫度應該降的 不會像上一次再拉到這個六七度左右的水準 但是要注意就是輻射冷卻 這兩天要注意輻射冷卻 然後禮拜三四五呢 就會慢慢的轉乾轉晴當中 所以各位呢在未來這幾天 可以有如果這個雲 這個散去多一點的話 可以觀察一下多拍一下 這個山頂 像陽明山北部陽明山都三頂白的頭的景象 目前來看的話這樣的一個東北部呢 預計呢禮拜一晚上白天的時候有一點雨勢 然後這個東北部陰封面還是偶真雨 那禮拜二禮拜三呢會明顯的一個轉乾當中 然後大致上呢這次的降溫呢真的很低啦 你有沒有看到真的很低 你看這降到這麼低 其實這次呢 真的幾粒來的空氣 到整個中央溫度大下滑 台灣都還在邊緣喔 我們這個跟這個日本韓國 或是整個北方相比呢 其實還溫暖很多 但是其實這些國家 大家大概都有這個暖氣供暖設備 我們沒有 所以說真的 還真的很讓人受不了的溫度 還是請大家一定要注意 家裡面年長者的健康 尤其是這次呢冷的強度 雖然沒有破以前的紀錄啦 但是它冷的時間比較久 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 這一兩個禮拜都要特別注意 尤其這個低於10度以下的這個溫度 對台灣的很多的朋友 都是一個蠻大的壓力的 預計呢白天都13 14度而已 都是很涼很冷的天氣 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三四五呢就會慢慢的回溫 但是回溫你有沒有看到 都還是這種20上下的溫度 這是北部 中南部這次呢也好有感喔 很多的地方大概10度以下都拉到台南了 高雄呢還有10到12度左右 白天呢會慢慢的回溫 屬於日夜溫差大 但是沿海空旺地方呢要注意有 輻射冷卻的問題 恐怕還是比較低溫 所以今天晚上呢各地呢相對的還是冷啦 請大家注意 但是沒有像昨天這麼的冷了 但是今天真的冷 明天白天呢還是有一點冷啦 但是有一點回溫了 有一點回溫了 中南部要注意一下空氣品質 略差一點點 我們剛剛也建議喔 週末略轉乾緩回溫 早晚低溫還是要注意健康 那下週一月呢是略降溫 北部水氣比較多的 下週三白天開始緩回溫 一直到這個週六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一下喔 3456是回溫的這個時間 那這幾天呢一定都要注意家裡面年長者的健康 然後呢 你會知道嗎 好嗎